圣诞夜 圣诞节就快要到咯 你们家买圣诞树了没 小朋友赶快去买圣诞树吧 温馨的圣诞夜等着你们咯 这棵圣诞树大小很刚好 可可惜不够特别 嗯 那就买另外那棵银白色的圣诞树吧 我倒觉得银白色的圣诞树挺特殊的 银白色有雪地的感觉 还真是蛮特别的 就选那棵银白色的圣诞树吧 买这条宝蓝色的彩带了 上面有银白色的滚边 很漂亮耶 不对了 应该买这条红色彩带才对 圣诞节是外国人谈人的日子 就像我们中国的过年一样啊 所以要用红色比较使气嘛 红色很俗气耶 红色很热闹啊 你们两个怎么为这么一点小事就吵架 小朋友 这吵什么 他们在吵说 该买哪一种颜色的彩带了 宝蓝色跟红色啊 这两种颜色都不错啊 你们就别吵了 两种颜色都买吧 耶 妈妈买了宝蓝色的 妈妈也有买红色的啊 哇 圣诞树好漂亮哦 真是金光闪闪 很漂亮极了 嘿嘿 尤其是我选的红色彩带 把银白色的圣诞树点缀得更漂亮 我的宝蓝色彩带太漂亮了 这些迷路 猩猩 彩球 都好美丽哦 今天是圣诞夜 你们要记得放袜子在床边 圣诞老公公会把礼物放进袜子里面哦 真的吗 圣诞老公公会不会忘记送礼物呢 如果你很乖的话 圣诞老公公当然不会忘记了 太好了 那我要放一只特大号的袜子 这样礼物就会很大很大咯 哈哈哈哈 乐乐真是异想天开呢 生字 词语 兴奇 立法第七天为一周 称为兴奇 立案 文量 礼物 配送的物品 玩具 可供游戏玩弄的东西 造具 耶诞节 今年的耶诞节 妈妈要带我去逛百货公司 彩灯 耶诞树上挂满了彩灯 真是美丽 藤语 万家灯火 情绒繁荣市值的夜景 妈妈找来了 藤堂跟乐乐 然后要他们数数看 谁的存钱同里存的钱比较多 前存比较多的人 妈妈就在给一百元零用钱作为奖励 结果会是谁存的钱比较多呢 藤堂有三张一百元 七个十元 六个一元 一共是三百七十六元 乐乐呢 有四张一百元 两个十元 三个一元 一共是四百二十三元 四百二十三元大于三百七十六元 所以啊 是乐乐存的钱比藤堂还要多 来 乐乐 这是给你的奖励 藤堂 你也要继续努力哦 好吧 我一定要吃好多好多的钱 数到一百 上的鱼缸 人们有六十只鱼 娃娃又买了四十只鱼回来 哇 一共有一百只鱼了 荧光蓝的红莲针鱼 把鱼缸变成彩虹圣绿了 好吧 你在做什么 哦 爸爸在捞浮在水面上的水草啊 哦 为什么要捞水草呢 这样漂浮在水面上 会挺好看的吗 这些水草的叶子 或根茎 大部分已经烂掉了 不捞起来 会影响水质 水质不好的话 鱼很容易会生病哦 那 为什么刚刚买回来的鱼 要放在树架袋里面 然后漂在水面上呢 对啊 为什么不把它们放出来呢 这些鱼才买回来 要让它们先适应我们鱼缸的温度 才能把它们放进鱼缸 要不然啊 鱼会感冒的 哦 原来是这样哦 现在我们鱼缸里有六十只红莲灯 再把这些钢码的鱼放下去 鱼缸就会有好多好多鱼了 啊 我们鱼缸现在有六十只什么鱼啊 这种鱼叫做红莲灯 上半部是荧光蓝 下半部是红色 好漂亮哦 就要这样 不知道宝宝刚刚买了几只鱼 哦 我买了四十只红莲灯 哦 原来刚刚买了四十只红莲灯哦 原本鱼缸里有六十只红莲灯 如果再加上这四十只鱼 那应该有几只鱼呢 六十只鱼加上四十只鱼 一共有一百只鱼了 哦 原来有六十只鱼 七十 八十 九十 一百 哇 我们的鱼缸有一百只鱼了耶 好多多鱼哦 我们的鱼缸变成彩虹天天了 哎 刚刚已经是上到一百了 嗯 对啊 刚刚学会的哦 哈哈哈哈 成语故事一则 小朋友 你听过五甲虎威的故事吗 你知道故事的典故又是来自哪里吗 小妈妈告诉你吧 妈 这个成语故事我查不到呗 哪一个成语故事啊 是狐甲虎威的成语故事 哦 那个故事是说狐狸掌见老虎的威风 让老虎以为狐狸是万兽之王的故事吗 我知道故事内容啦 但是这个故事的典故是从哪里来的呢 嗯 这个 我就不知道了耶 这个啊 是战国策里面的一个预言故事哦 预言故事 什么是预言故事啊 预言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题材 结构短小简单 常常带有劝欲或是讽刺的意味 用借此欲笔 借小欲大的手法 在简单的故事里表现出深奥的道理 西方童话 最有名的预言故事 就是一所预言 一所预言 哎 这个我听过耶 嗯 狐甲虎威这个故事的典故是这样的 战国时代 楚国有名大将 叫昭西婿 他战功标柄威正四方 北方国家只要一听到他的名字 都会文之上版 有一个大臣江一 就用狐甲虎威这个故事告诉楚宣王 北方国家怕的不是昭西婿 而是楚宣王 原来是这样啊 我一直都知道故事内容 不知道原来典故是这样的 这句成语是讽刺那些假借他人权势来欺压弱小的卑劣行为 同时啊也嘲笑了那些被人利用却毫不自知的人呢 也就是说凡事要深入观察 不要被表面蒙蔽了 没错 婷婷真聪明 我也知道啊 只是我还来不及说就被婷婷抢先了 好好好 你们都很棒 如果能帮我把盘子收好啊 就更棒了 我来帮忙 嘿嘿 这次我可比婷婷动作快了哦 那是我让你的啦 哈哈哈哈 声字 词语 词语 掌管 管理 违背 违反 不遵守 指示 指教 自教 体材 文学的类别 以作品所表现的结构 以性质上至差异 而加以区分 结构 各组织成分的搭配 排列或构造 造句 悲劣 他悲劣的行为受到大家的唾弃 深奥 预言故事就是在简单的故事中表现出深奥的道理 成语 落荒而逃 无暇得道 汤黄逃走